这是2015年的6月27日 离第七届全世界中国菜处击大赛正式开场 还有一个小时 大赛评委会主席罗紫钊 缓步走进了大唐风格的特制出车 细心地替选手们做比赛前的最后检查 随着鸣罗声响起 来自世界各地的厨际高手们 在五大菜系的比赛中各展所长 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时代广场 阵阵飘香 观者如知 总体整个很流畅 但是基本还是很熟练 对 那个牛肉的味道很好 但是就是那个葱的香味 好像没有尝出来 罗紫钊 少年辍学 28岁成为了北京五星级饭店厨师长 人生得意时 却陷两年牢狱之灾 如今又在纽约坐镇世界级厨际大赛 他大起大落的人生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为什么引你食为天呢 人活在世上 他应该吃是最大的 只有吃完以后才能做任何事情 人做出的菜 直接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修养 性格 品德 刚刚学厨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行吧 上得特别快 就是从打盒啊 打闸啊 就开始炒最后的那个锅 叫尾锅嘛 一直往上升 就是学得很快 然后呢 到了十九岁的时候 那个师傅 就把我派到北京去了 那个时候十九岁 就当初就这样 在来到京城打拼的第一家餐厅 罗紫钊站稳了脚跟 还遇到了他人生的伴侣 在同一家餐厅做服务员的王晶 最初的印象他就是 我就觉得他 这个男孩很花心 然后呢 他周围那个时候 围着好多女孩子 可是呢 他内心感觉他很善良 因为他很孝顺 他挣每个月挣的钱 都给他妈寄回家了 然后就剩自己 剩留点零花钱 那是第二次约我 后来就到东四 那时候开的肯德基还挺火的 后来还跟我说呢 就是因为那次 带我去吃肯德基 他发现我 把那个骨头 甚至都吃得很干净 他才觉得说 哦 这个女人 可能就是 是一个很会过家的 为了能随 粤菜名师学艺 不久 罗紫钊主动放弃主厨身份 去太上公大酒楼 应聘一个 只有他当时一半工资的 厨师助理的工作 他也说服了女友王晶 和他一起前往 我做了四五个月的时候 那个姓黄 那个老板姓黄 就是在厨房里面 一直在赚 赚了几个月 两三个月 最后他 我第八个月的时候 就把我突然间叫到 那个火锅厅 太上公大酒楼厨房里 高手如云 但三派厨师间争斗不休 让老板下决心 要重启炉灶 他说你把身份证给我 我帮你订个机票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帮我组织一帮人上来 厨房有几十人 然后包括服务在这里 包括经营总监 经理 主管机的都让我请上来 我说那我年纪这么小 你为什么会这么吸引我 你长生多大 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 然后他说 我观察你很久了 就这样 酒楼老板发现了 罗子昭出众的手艺 更看重了他的好人员 从此 罗子昭在美食圈做得风生水起 二十八岁 更成为了第一家 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管理的 五星级饭店 北京昆仑饭店的 第一任中方厨师长 随着厨艺的提高 罗子昭对烹调的理解 更加细致入微 真正的味道 它是通过你对食材的尊重 你对这个烹调方法的一种尊重 也是对人的尊重 就跟人一样 一百个人也许找不到 两个人他是一样的性格 那不可能 菜也是一样 每一样食材 他都有他的特性 1992年 罗子昭和王晶结婚了 三年后 他们有了儿子 不过 随着事业的越来越成功 他们的家庭生活 却出现了裂痕 到时条件就好了 也有房了 有车了 到时就经常吵架 也经常有女人围着他 我又比较是爱吃醋 可能就经常发提气 跟他吵架 所以他就更是经常不愿意回来 在当时的生活中 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 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太太 就是生完小孩以后 就是得了一个妇科病 然后我就问医生 他说实话告诉你 阿超 这个没有特效药 你只能说最痛苦的时候用一下 这个事情虽然说天天吵架 但是这个也是让我最痛苦的 那个经历了 就是我看到他那么痛苦 在当时的中国 气功热席卷全国 每天清晨 公园里都有众多民众 为了强身健体 练习着各种气功功法 然后后期我太太就接触了法轮功 然后最后就修炼了 随了法轮功以后 这个病好了 这医生就觉得不合适 这个事情也是让我 触动我去修炼 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等到修炼了以后 他只要休息回来 他都要做一些好吃的给孩子给我 或者是包点汤什么的 都完全变一个人 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觉得变化很大了 首先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借烟了 借酒了 这些都好借了 就是我不是一个酒店的总厨 总厨是这样 然后就管出货 那些供货商 自然就是 就在大陆这个情况 他就被他收买的对象 这些我都借掉了 就不要人家的钱 我就当时我决定了修炼以后 我觉得我的生活以前根本就一塌糊涂 可能社会风气的影响 就是比较多的女朋友 就是现在所说的小三小事 当时感觉不到 修了法轮功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绝对不可以再有了 然后就只有每个女朋友 给他们打电话 就是说我不可以这样了 他们都是又哭又闹的 然后我就跟他们谈 就说我已经修炼了 就认为这个绝对是不可以有的 这个是就是要遭报应的 罗紫钊刚刚和睦的家庭生活 没有持续几个月 1999年7月20日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就开始了 之后的几乎每一天 都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 或到天安门广场表达心声 希望政府纠正镇压的政策 我太太叫我去上访 然后我说我怕打 就是我还是不去了 那次我去上访 一个特别壮的警察 就是把胳膊拎圆了就打我的嘴巴 等我还没反应过来 那个嘴巴又上来了 摁着我我人又瘦 他就摁着就开始就打臀部 两个人棍子都打蛇了 就纸黑茄子皮色 罗紫钊通知了他看我 看我他就发现我打成那样 当时我真的是记录了我那种感觉 我说我一定要去抗议 然后自己去买了一个黄布 然后买了一个天蓝色的笔 写着法轮佛法 我就去天安门打这个横幅去了 就当时被抓起来了 因为一条横幅 罗紫钊被警察从北京押到广东省顺德看守所 多年之后 当他走在纽约的街头 他却回忆起被关押在看守所时 做苦力的经历 我记得我来的美国看到那些珍珠灯 就一闪一闪的那个 我就想起每次看到那个灯 我就想起我在里面被强迫的做那个灯的那个过程 然后那个灯是一条线一条线 它有灯 有那个灯 那个铜片的很锋利的 它要卡进去以后一转一拉 要卡住了一拉一拉一拉 这是连在一起的嘛 然后有时候的手 不是有汗嘛 又不能戴手套 要来它一拉的时候 不小心一划一用力 这里就拉开了 我真的想起来 我十个手指头应该是每一个都有 就是流血到画龙 又磨 就是那种过程 每十个手指头都有 一直干到晚上 一两点吧 因为我们第三次被冠军都锁嘛 本来他是应该来接我的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发现他也被抓了 然后呢 当时看到孩子就是瘦的 很瘦 然后呢 嘴上起好多大炮 就是因为说句公道话 说好人 就被他们迫害成这样 因为当时他们都说了 所谓的提醒我的时候 说 阿超啊 你这么好的生活 你傻了吗 你跟共产党斗干嘛 警察都是这么说 你签的字 你偷偷练一本 你傻嘛 你回去练 签个字就行 然后我就想想 签什么字 不知道 然后他给我看就是说 什么决裂书 什么街坯书 都是那些违背良心的话的 那个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 你这个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你不能逼我说谎 你是什么法律 然后你知不知道世界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 身体健康 道德回生 家庭幸福 对人 对社会 对任何事情都是有好处的 最需要的是这种 但是 我练了法轮功 我什么都得到了 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在这个人生中 能把这个修理放弃 没有理由 从看守所出来 罗子昭回到了厨师的岗位 可是当地公安多次威胁他的老板 罗子昭不得不辞职离开 一年后 罗子昭因向家乡的乡亲 讲述迫害的真相 被劳教两年 关入了广东省三水劳教所 就挂了一个红牌 他们叫盐管 要关在一个人一个房间 最多的时候 有三个犯人盯着我一个人 24小时盯 最少的时候也是一个人 要给我一个小板凳 就是能做个 一个屁股都做不下的一个板凳 很矮 就让我直的腰 就这么 对的墙就这么做 也是从天还没亮就开始做了 一直做到晚上 中途就是只是上三次厕所 除了吃饭以后 动点手以后 剩下的就不能动 就这么做了 就是慢慢地折磨那种感觉 在他被关押的同时 他的太太逃出了老教授 他东躲西藏 还要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牵肠挂肚 我小的时候是被我姨 还有我姥姥带大的 然后但是我初中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 就时常会来看我 然后我姥姥 她当时是住在十一层 所以我妈她每次来 来见我的时候 她都会偷偷摸摸的 比如她不会坐电梯 因为当时 当时那个楼里面 有看电梯的人 她可能不想别人看到她 所以她要偷偷摸摸的爬楼梯上来找我们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之所以当时那样偷偷摸摸的 其实因为 因为她当时是被通缉 我给她洗澡的时候 我就问她 我就说儿子 你那个现在 你为什么见着小朋友 那个下楼的时候 你不但不跟他们玩 绕着走啊 她就把头扭过去 也不看着我 带着哭腔 她就说 那个 我爸爸妈妈不在 我怕那个小朋友打我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心里真的很难过 在劳教所 罗子昭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六个月之后 被押送到了 让犯人们谈虎色变的攻坚基地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 感觉到就不对劲了 因为我一进去以后 看到里面的那个包装啊 全部都是软包 窗户被封起来了 地下也是软的 然后我就看着水击斑斑 以前关押过 迫害过不少大法地址 这个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 进去以后 不让我坐着 也就是站着 然后在里面站了多长时间 我确实确实也不知道 因为没有光线 就是一个很小的灯泡 然后有犯人盯着我 两个犯人盯着我 他们拿了一个师父的法相 然后他们说 罗子昭 你不是好几天没有坐下了吗 你现在有个机会 然后拿出了个法相 就是说这个 你就坐下来 你就可以坐了 你可以休息了 我一看是师父的法相 我当时是想 就是 我确确实实就 很辛苦 是要做的 但是他们拿师父的法相 就是 这个是我 给我重新做人的 那个机会的师父 身体好了 什么都好了 我不可能 就是想休息 我坐在我师父的法相上 不可能 然后我当时就愤怒了 我说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我就发出了 就是很愤怒的一个 就是这句话 震住他们 就确实是 我也不知道 当时他们为什么 会停止的这个事情 最后呢 他们把我的衣服脱了 就穿个裤衩 四个犯人 挺壮的犯人 就盯着我 我一打瞌睡 他就踹我 或者是什么 就推我 就不让睡 反正晕的时候 他就拽着你 然后呢 这蚊子 咬得很厉害 如果说没有 被这么折磨过的人 他永远都体会不到 那种苦啊 那种疼 就是每根筋都好像 揪着那种疼 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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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疼 然后浑身 浑身也是 就好像不是自己一样 就是 走路啊什么的 反正都不是自己了 最后我就觉得 我快崩溃了 有时候也是 根本就栽 栽倒了 以后又拽了 我栽倒了又拽了 我就感觉到 这只老是扑下去了 以后又好像拽起来了 那种就反反扑扑 什么时间把我放出去 我就不知道 在被镇压的十多年中 卢紫钊一家 妻离子散 再无宁日 2011年2月份 卢紫钊被迫带着儿子 离开中国 来到美国 第二年 他的太太在朋友的帮助下 逃出了中国 辗转瑞士来美 一家三口 终于在十三年后 真正的团圆了 来美不久 罗紫钊参加了全世界中国菜 除季大赛 并一举夺得了月菜金奖 在决赛时 他选择了一道家乡菜 海鲜斑蓝宝 那个时候家里面很虫 但是鱼还是不缺的 然后每次我爸爸做这道菜的时候 就是满屋子都香 什么姜啊 葱啊 蒜头啊 那种香味 再加上那个鱼 被煎了 焦焦的时候 发出那种香味 然后呢 就是放在锅里煮 然后他们说 吃饭了 然后大家做好 以后一打开盖 满屋子就香的 勾起很多回忆 我觉得我挺为他自豪的 因为如果 作为一个人 这么多事情发生 放在你身上 在遭受这么大的打击之后 他还可以达成 还可以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我对他非常自豪 来到美国以后 我们的生活感觉 真的很安定 很幸福 所以特别是我看到他 做菜的时候 真的心里头很踏实 他做起来也很用心 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西方人 真正的感受 中国的真正的传统文化 等一些美味家庭 出差了 谢谢 谢谢 做菜如做人如說做好菜先做好人這些很多人都會說 事實上他真真正正的道理我覺得他只有修煉的人才能解釋得通這個道理 你的心是很善的你是很平靜的很祥和的 他做出來的菜一定是很舒展的很通透的很明亮的 你也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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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